大家好,我是顾外学成 这个视频呢,咱们进入 交易超股108课当中的第7课 今天是2021年的4月11日 核心讲解封控系统 那么没有封控的交易无异于赌博 封控不仅仅是仓位止盈之损 而是方方面面的事情 列说像包含最起码呢 也都像资金管理,仓位管理,职股之实 止盈之损,等等 好,那么咱们先简单的借此机会呢 先用两三分钟讲一下当前的行情环境 从仓位的角度来讲 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仓位 那么先做一个回顾 咱们前面讲到过 列说对于仓位控制上面 之前给大家一个视角 什么视角呢 列说空仓的一种状态 列说像股灾类的行情 交易频频出错 主流指数交替单面下跌 这种情况下呢 对于绝大部分股有来讲 空仓就是最好的操作 那么什么是三层以内的仓位管理呢 弱势增盪 局部虽然有机会 但是呢持续性不是特别强 缺乏主流板块 那么什么是可以用半仓左右的一个仓位把握呢 或者是三层以上六层以内半仓左右 结构性行情 强增盪 有主流板块 市场的风格比较清晰 那么什么是可以创业更多一些呢 多个板块交替上行 主流板块交替上行 单边上 属于牛市 或者是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 大的一些局部性机会非常明显 那么当前 大家觉得当前行情是属于股灾类的 还是属于弱势震荡 还是属于强震荡 还是属于 多个板块交替上行的一种阶段 那么大家自我选择题 ABC 如果说 在我看来 就是大家可以把你的选择放在视频的下方 在我看来当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特征结构呢 就属于 弱势震荡 局部有机会 但是持续性不强 有没有主流板块呢 目前为止看不到 这就是 市场的特征 所以说呢 按照这让哪个视角的话呢 当前 对于绝大部分股友来讲 可能常有控制的低一些更好 例如说的三层以内 这是个人的一个观察 那么从旁边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当前 下跌反抽 下跌反抽 那么如果说 纯粹的从技术角度进行推演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它一大的原则视角呢 像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有限 只要说呢 前面这个位置不破 它完全也可以的吗 可以再往上滚一滚 这是可以的 这是从完全推演的角度来讲 同时的话呢 它也可以干嘛呢 如果说力度比较弱 甚至说呢 可以直接 震浪网走弱 也是可以的 因为当前 一缺乏主要资金进攻的 核心的方向 和主流板块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呢 从结构上面来讲 3723.85以来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只要哪个中枢组建 组建过周呢 如果说向上 连前面这个高点都不越过去的话呢 防范的是走向下离开段 但是后面能不能走强 取决于这个量能不能跟上 已经呢 有没有主流板块形成 这是大的一个 视角 如果从板块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前面的一些 强势的板块呢 纷纷不跌 然后呢 一些近期的表现还 自然特征就属于 低位底价超跌 那么可能会有一些 资金试探的一个机会点 好 那么从涨底分部来讲呢 缺乏主流板块 这是一个视角 也就是说呢 藉此机会呢 再一次无形当中 再一次警示风险 因为之前呢 咱们的一个态度就属于且战且退 控制仓位 那么结后的话呢 就是什么情况下 当行情发生变化了 什么变化呢 列说 由当前的弱势震荡 发展成为有新的主流板块出现 变成了强震荡 这个强震荡 列说震荡往上也好 或者是出现主流板块 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新的风口 新的核心热点 能够取代之前的像 不管是绿电能源方向 还是说之前的像核心赛道 像鲤电 像周期等等 就是有没有新的主流方向形成 没有形成之前的话呢 最起码控制仓位 一边控制仓位 一边呢 用极小的仓位呢 在底位底价 再加上一些业绩的配合 加上一些量能的突破 这样的一个公正 作为一个尝试性的接连 整体控制好仓位 但是对于个别的朋友来讲 如果说自己意义高人胆大 技术水平还不错 然后呢 自己的折股各方面能力比较强 你的低端仓位可以呢 稍多 如果说技术水平 操作水平各方面都比较弱 那么你的仓位是能控制的更低一些 好 那么咱们再回归到课市变成来 那么咱们从这几个维度来去讲一下 就是要有一个分控系统的一个思维 就是分控 它不是说纪律 它也不是说单纯的控制仓位 它是面面俱到的 例如从资金管理的角度来讲 咱们前面专门讲到过资金管理的课题 今天呢 咱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其实呢 用12个字来去总结 哪12个字呢 资金管理 它跟仓位控制还不太一样 资金管理12个字列出呢 量力而行 独立自主 安全第一 什么意思呢 量力而行 资金尽可能是先钱 长期无压力 不要借钱炒股 不要去轻易的去接贷 二 自己的资金的话呢 尽量不要交给别人管理 自己的盘子自己负责 不要把命运交给别人 第三一点 不要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危险的境地 所谓背水一战 自知实地而后生 都不是资本市场应该采取的态度 这样的态度可能一时成功 最终必然会失败 而且是残败 就是呢 任何的方向 任何的板块 任何的一只个股都不值得你去 把所有的运气 所有的充满去 去读 好 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 这是 第四一点是什么 一个简单有效的管理 这是蚕食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就是呢 通过不断的 交易不断的 不断的在哪个买卖点的应对 让手中的个股的筹码 成本价降到零 或者零到以下 这样的话呢 他才真正正的做到无风险 好 这是知识你管理的四条 核心法则 十二个字总结 量力而行 独立自主 安全第一 那么咱们再用 比如说仓位 仓位的话呢 就是根据行情的环境 这是做一个归纳 大家呢 如果说觉得有道理 或者是觉得对自己有帮助 可以呢把这些 做一些歌 记录 或者呢 做一个总结 就是什么样的环境 适合什么样的仓位 也不能单纯的看待一只个股 涨得漂亮 然后呢 自己就冲进去了 不看大环境 也不能因为说 一只一次交易失利了 结果呢 主流板块形成了 当然呢 就是属于 使不回头 看不到方向 看不到机会 还在一些走弱的 走坏的 或者是 年年年亏损的个股当中 然后呢 耗费了自己的精力 耗费了自己的金钱 耗费了自己的心情 就呢 什么的环境 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仓位 当然如果这是一个参考视角 不是一个标准 也不是一个标准答案 你根据自身的交易水平 和自己的对市场的理解 那么呢 你可以呢 有自己的 仓位管理的计划 但是一定要有这个计划 如果说没有任何计划可言 从年头到年尾 都是满仓 都是重仓状态 不可能赚到钱的 好 这是一个视角 就是第一 分控 资金管理 放在第一条 资金管理的话呢 比如说取决于你投资的钱 怎么来 然后呢 他的多划 等等 亮力而行 安全第一 然后独立自主 风险管理第一 然后呢 像仓位 仓位的话呢 就属于这什么情况下 当前的行情环境 认为对于绝大部分股民来讲 仓位还是控制在半仓以内 就是半仓以内 最好的话呢 如果说水平弱一些 可以控制在三仓以内 三仓以内 准确的主流板块之前的话呢 还是以管理仓位作为第一要务的一个事情 好 然后再看第二点 关于折股 折股的话呢 其实要有以上的概念 就是什么能搞的和不能搞的 什么的股票是可以做的 什么的股票是不能做的 不能做的坚决不做 能做的话呢 折优折石把握节奏 列数呢 像ST的 在个人的一个视角里面 ST的股票不要碰 单边下跌的股票不要碰 就是53 140年均线空投排列 滴滴不休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像金发科技 像这类个股 它就属于什么呢 53 140年均线 都都空投排列 滴滴不休的一种状态了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不用想着什么时候会朝天反强 什么时候会干嘛的 当它真正正的 有趋势 能够走出来趋势 你再去看也不迟 好 列数呢 将一些核心的一些个股 连续调整 144年均线附近 为什么一定要站稳 一定要MSD 接他上零轴 一定要志愿这样的量能突破呢 增加确定性 好 那么短线的话呢 更加注重 像热点压 强弱 资金 例如像手把 像涨停 单阳不破的一种视角 这是短线 快进快出 讲究效率 止盈之损 那么中线或者波段的话呢 那么方向 业绩 趋势 以及呢 中线买点模型 等等可以多方面去考量 咱们这些内容 咱们前面都讲到过 比如说 ST的股票不错 单边下跌的股票不错 短期积累 巨大涨幅的 巨大涨幅的里面呢 咱们前面给过张 哪个 基础模型 什么基础模型呢 讲的 次数比较多的 就属于 列宋呢 对应的 小平台 直接进入主声 这个主声呢 翻了一倍 甚至一倍多 接近翻倍 后面的话呢 就可以放弃了 这一段的话呢 你能够参与多少 都是你的本事 后面的话呢 就可放弃了 因为相似上 也是 也是进入倍次端 也是找卖点的 如果 而且呢 如果说不给新高 直接走弱 也是 也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好 那么呢 对于涨停板来讲 400以上呢 就不要去碰了 不要去趁热闹了 好 这是个人的一种经验之谈 当然了 只是做一个参考 大家看看 适不适合自己 就是要有一种 最终从值股层面来讲 什么的股票是能做的 什么的股票不能做的 不能做的 坚决不去做 能做的话呢 只有 则实 把握节奏 而且能做的 和不能做 很多时候在一定的 历史条件下 在一定的环境 改变之下呢 它又会相互转化 好 那么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这是从值股层面 那么所谓 值实的话呢 其实就属于 结合一定的技术方法视角 然后呢 关于买卖点的一个视角 就属于 值实 其实呢 也就是一种 把握节奏的核心 以及那买卖点的一个把握 它的一个视角 例如说呢 像短线 咱们前面讲过的 像涨停单阳不破的 一个方法 视角 比如说呢 涨停单阳不破 是一种状态 结合均线 它是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参考 那么呢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植食的节点 那么 单阳破了 或者是破了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直升 那么直损 强反包留置 弱反包去之 就算强反包留置 只是多关它一天而已 弱反包去之的话呢 建好去收 不立为强 那么中线不断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到中线的技术 买点模型 这就是植食的一个因素 三线抽盘的一个方法当中 先找拐点 后找买点 这就是植食的一个体现 为什么要结合 结合MICD的公正 结合量能的公正 这些残忍的系统下呢 就是买点买卖点 卖的应对 这本身就是一种植食 好 就是呢 风控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资金管理 仓位管理 那么呢 折股层面 来讲 其实时不时呢 也会遇到像有的粉丝 有的股友呢 可能有些手中有的个股呢 被套了很多年了 如果点开一看的话呢 可能也已经出现 连年亏损的一种状态 这种情况下 真的是属于 特别特别糟糕的 就是呢 特别特别煎熬 好 这是 则食就是 按照一定的技术方法去交易 或者按照一定的章法 按照一定的方法去交易 不要随心所欲 不要呢 按照情绪 没有方法去学 学到之后呢 如果说一句是用不好 那么就是 小仓位去练 不断的去练 不断的强化 不断的去形成自己擅长的 好 再者的话呢 像积累止盈止损 在常论视角下呢 其实不存在 所谓的止盈止损 它只是一个买点卖点的应对 如果说是形成这样的思维和 成熟之后 什么级别的买点 什么级别的卖点 什么级别的 什么类型的买卖点 好 那么 咱们前面讲的一些方法当中的话呢 也是有严格的关于 关于买入条件 卖出条件 止损等等 好 那么讲到 这是最后一个呢 咱们前面也讲到 当技术遇到重大力空 例如说呢 像普通减持一级暴雷 公司造假等等 当技术遇到重大力空 不转身离开 不抱怨 不纠结 不留恋 就像前面关于金峰 举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咱们前面点评了 像金峰科技 金峰科技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位置 其实它前面突破六年大平台 17块6 作为一个观察节点 突破之后的话呢 其实是对它是有寄予厚望的 但是在这个节点呢 它出现一个减持 怎么办呢 先离场了 等它如果说离场过之后 消化这样的风险过之后 后面什么时候出现新的机会 新的切记 你再去观察它 但是呢 以本身的五分钟 趋势上趋势被迟 从这个位置以来 那么本身又是找短线的卖点 在这个位置呢 又出现这样的一个减持 而且呢 减持过之后会发现 不仅在这个玩意 整个方向出现这样的一个风格 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 那么讲到这一块呢 咱们再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话呢 其实核心的表达的话呢 要有一个风控系统的一个概念 然后的话呢 让它形成你的思维体系 什么意思呢 想到风控 资金管理12个字 量力而行 不要借钱 不要去高利贷 不要去把不能动的 例如说像看病的钱呀 或者是小孩的教育基金呢 或者是父母的养老的钱呢 就是不要就是有就是量力而行 这可能是长期无压力的 然后呢 对于自己来讲 是属于闲钱 股市毕竟是风险市场 毕竟是风险投资 所以说呢 量力而行 独立自主 和安全敌意 记住这 如果说把这12个字 融 就是能够融入于心 那么资金管理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那么仓位管理的话呢 这是细分 尊质于股市里面了 在股市里面 就是在咱们交易当中的话呢 仓位管理刚才讲到什么推荐下 在什么环境里面 其实很多 讲到此处呢 相信有些粉丝朋友 或者有些估计 应该是深有感触 你是不是经常性的 重伤满伤 甚至长年累月的 都处于重伤满伤当中 问问自己是不是这样的 刚才咱们讲到的 什么情况下 例如说是 极端的行情里面 空仓也是一种操作 那么如果说是当前的表现的话 其实对于当前的市场的一个定位来讲 在我看来 当前的市场就属于弱势征仗的走法 弱势征仗的话呢 一 有没有组 有没有热点呢 有热点 但是热点特别分散 而且呢 持续性特别差 没有主流热点 所以说呢 当前是用弱势征仗的一个角度 而且截钱呢 讲的是以截战解退 而且呢 是以控制仓位 那么当前的仓位呢 个人认为 对于绝大部分股友来讲 可以考虑到三层以内 如果说后面形成主流热点了 你再把仓位 仓位从低到高 是很迅速的事情 可以随时可以去补上去 但是呢 如果说一旦重仓被套了 一旦被动起来了 那么后面 又如果说行情基于组弱的话呢 你可能会白白的增加损失 而且呢 会特别被动 无可 就是 不可自拔 如果说行情好的时候呢 或者是 有新的方向出来的时候呢 它未必 很多时候呢 新的方向 或者新的主流热点 很多时候呢 它往往不是你手里面的 如果新的方向 你会看到什么呢 新的方向 你自己已经被动的情况下呢 你应该是很难去把握住 所以说呢 要有常委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的话呢 能够强制着自己尝试去执行 像植骨知识层面 包括呢 像指引止损 其实如果说把买点 卖点搞明白了 就不存在所谓的指引止损 它只是不同级别的 赚钱的状态下 卖点 如果说呢 走弱的情况下 哪怕是浮亏 卖点 它只是买点和卖点之间的应对而已 但是呢 这里面可能 它不是 今天分享的可能不是一个最全面的 也不一见的 是最佳的一个关于风控的课程啊 但是相信对于绝大部分粉丝朋友来讲 对绝大部分国有来讲 听了之后呢 多多数的会有点启发 会有点帮助 所以说呢 在当下的行情环境当中 还是以控制仓位 然后的话呢 后面什么时候形成主流热点啊 那么呢 然后呢 再去把握 当然了 如果这是一个 视角就是呢 从风控系统的一个角度来讲 然后的话呢 资金管理 仓位管理 折股层面 什么能搞 什么不能搞 然后呢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则实 需要接触一定的技术方法论了 那么买点卖点 只能资损的一个 这是纪律的一个执行 这是全面的 就是没有风控 交易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风控呢 又不仅仅局限于 可能一讲到风控 很多会有想到的就是仓位 想到了后来就指约资损 其实呢 它是方方面面的事情 好 这是咱们讲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希望呢 对大家会有 实质性的一些帮助 和启发 好 再见